其實Jessica剛剛的演講也是十分之好的 就是講關於一個從研究的層面來講的話 MIEG這個系統有什麼優勢 但是我就比較偏向一個DSE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DSE的學生 所以我的副標題就寫著掃理前途 因為其實都是那個時候 我有一些想法和一些抉擇 去引導我去MIEG的系統 我們不如回到2016年的時候 事實上來說那個時候我就在校園DSE 跟你們都差不多了處境 事實上來說我那時候中讀的開學的時候 就是2015年的9月 我就開始在想我JUPS應該選擇什麼 到你們都和我應該都在想太多的東西 所以才選擇這個MIEG講 我那時候就很糾結於就是 現在三人收了一位Engineering 作為一個我的大學聯招的一個選擇 然後我說直到我去到校園DSE為止 我還是依然很糾結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2016年 雖然IT就未必好像現在更盛行 但是工程學業似乎都聽人來說 就會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收益 好像看下去未來的發展會比較好一點的東西 但是直到現在為止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們是各大模擬論在看的話 你們都知道他們對工程的學生有什麼看法 他們稱之為Engine債 都覺得工程是一些能力不太好的學生去擊的 事實上從現在大學聯招的收分去看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就覺得理學院似乎是一個更加平衡的選擇 一來他都是一個看下去出路都不錯的一個學系 另外一個就是畢竟理學院的收分門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私遲上校 當我知道我DSE的成績的時候 我都跟各個師兄師姐 或者在一些職學輔導老師談完之後 都覺得讀理學院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最後都選了中大理學院做我的A1的選擇 都很幸運地入讀中大理學院的 但問題就是如果我真的入讀中大理學院 那為什麼我現在還在MIEG這裡做分享呢 事實上來說當中又是有一段故事的 那我就很快就後悔了這個決定 雖然那個時候我也覺得可能 我都要打算去做一個transfer transfer真的知道我從一個學系轉讀去另一個學系 那不是因為我不喜歡Science 因為其實我本身對Physics和Coding 我都有比較深入的了解 因為中學的時候有幸去參加一些Physics的Version 以及一些Coding的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就是一些課活動 那我就會覺得 事實上來說我升了大一之後 我都會覺得其實我對Physics 都依然是更熱愛的 因為事實上我現在都會有空的時候 我都會看一些Physics相關的菜料 都當了一些比較熱誉的興趣 但是為什麼我會後悔呢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其實讀理學的主修路科目 其實出路就不太好 很坦白的 就十分之客責 那到我來說 那我就覺得 如果自己學的東西 不可以應用在自己的工作來說 那事實上是很令人痛苦的 所以我就開始就又一次糾結了 就是說究竟我應該是選擇CS 就是Compute Science 或是MIEG Department 那其實還有第三個選擇 就是Information Engineer 不過那時候我不是很了解的科 所以我自己就沒有把它列為考慮之一列 然後有一個師兄 其實我是中學師兄 就告訴你 MIEG其實就是CS 再加上IE 再加上NAP 那他又覺得我自己的能力 又可以應付到MIEG的系統 所以他都很推薦我過去跟MIEG的supervisor 去考慮一下究竟我是否應該要去MIEG的學系 那我作為一個比較貪心的人 那我又在想 每一年我都給4萬億學費 那如果我不讀上去的話 那大學四年都應該是我最後讀過四年了 那我就在想 與其來說 我不如趁這個機會 就一下子就把Coding Mathematics 和其他納粑紮雙相關的東西 一次就讀完 那我就將他申請了就交換到MIEG 那我和Professor Change An Air之後 他都覺得事實上我過去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所以我最後就去了MIEG這個部門裡面 那事實上的結果是怎樣呢 那我覺得剛剛Jessica也提到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和一群很優秀的同學去做朋友 因為其實我自己就不覺得了 那是入了MIEG這個program裡面 無論是本地學生 或者是國際學生 那事實上來說 他們都是一個 有不同地方 有不同場處 那事實上來說 我都覺得他們是 無論是學意上面 或是走一走的時候 都可以和他們聊一聊 都發現自己的過益 有很多 那事實上來說 這種人際關係 如果是網絡 如果去到我們畢業的時候 應該都會繼續去 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因為如果你想著一下 你去做一個coating 相關的職業 那你可能有一些 熟學相關的問題 你也可以找到一些做研究朋友去問一下 事實上來說 我都有一些同學 都會和我聊一些關於技術的事情 所以都會 這些網絡 是將來幫你的程度 有一定的好處 那第二件事 我都很興奮去到一個本地的軟件的公司 做一個實習的經驗 那其他學系都當然可以提供到實習經驗給你 不過事實上來說 如果你用MIG這個program 那別人會覺得你是有一個更加好的能力 去處理一些公司的問題 因為事實上 別人請你做實習 其實就不是單單希望你在那裡工作的三個月 而且都希望你去幫忙去解決一些實習的問題 那因為我說 事實上 MIG是可以幫你拿到不少實習經驗的 不少同學都是其他機構都有實習過的 那第三件事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為何我覺得MIG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即使你們可能有心是AI 或者是Big Data Coding 這些比較新潮的科技 又或者是一些比較金融 或者一些數目的方向的發展 事實上來說 你一個很好的理論基礎 和一個知識基礎 對我來說是有很大的登役 如果我只不過知道那件事是怎樣做 事實上來說 我好難有些開拓性的成果 那這件事就會 襲外了你可能會 沒有一個好的 更進一步的機會 你可能都是會 到了某一個地方就有一個樽頸在那裡 那如果你選了這個program 事實上來說 對你的研究更加有幫助 這個都有不少的理論基礎 那現在大多數 研究院都會介入 偏重你的理論是否得到責任 那我現在就是讀中大一個PhD的課程 那都是IE的 那在香港做研究的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其實它會有不同的fellowship 那所以它就可以幫助你解決你一些精神上的問題 那就可以不需要太過擔心 就是這四年之內的收入的內容 那所以現在呢 就是你時候去考慮關於我所說的事情 那這個世界上需要多些T字形容的用材 那T的一環呢 就是代表你要有一些比較廣闊的視野行動的範疇 那即使你可能是有特別喜歡一個範疇的 那因為大多數現實的一些問題 都是互相關於的 那一個例子 那我比較喜歡Coding 那事實上來說 作為一個Coding的人 我都要去了解一些不同的Algorithm 就是一些比較偏向Compute Science的東西 但我都要理解一些背後的一些數學基礎 就是一些可能數學裡面 可以計算Algorithm的效率等等 那事實上來說 我都要知道一些現實上 有哪些地方是應該用哪些不同的Algorithm 因為有不同的處境和有不同的限制 那我說我們都可以做一個 T下面那一棟的正常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在某一個地方你會很擅長的 就是你在那個地方沒有什麼人可以接觸到你 你已經成為另一方面的專家 那MIEG就可以令到你有這個機會去成為這類型的人才 有一個認為有的 就是在某種程序裡 在某種程序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